非要精诚养 大笑不缺养 欢迎收看由宇宙养费老字号 京都念慈安独家冠邻的脱口秀大会 好 大家好 我是Rock 我跟戴戴一样都是内蒙人 然后在我们内蒙 酒是检验朋友的唯一标准 我们常说感情声一口闷 感情钱舔一舔 但你从来不会见一个人真的去舔 对吧 初次见面幸会幸会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天天都说自己在戒酒 这人肯定不靠谱 对吧 这种人一般酒桌上一坐下来 第一句话就是 我戒了 今天滴酒不沾 过了五分钟 我今天只喝皮的 谁都别劝我 又过五分钟 我就喝一杯白的 看你是我哥们儿 给你个面子 又过了五分钟 哎呀 你们别碰我 我跟你们说 如果碰到这种人 你真是没有办法 最后只能拿行李车 把它推回去 所以说你跟靠谱的朋友在一起喝酒 第二天醒来会在床上 和不靠谱的朋友喝酒 第二天醒来 你可能就在河床上 你还不知道是哪条河 当然我们都知道 最让人受不了的 就是那些喝酒爱较劲的 对吧 你不喝就是看不起我 这种人你跟他喝酒 你不觉得你在喝酒 你觉得你在参加一个比赛 第一个比赛的项目叫做碰杯 就是说在碰的时候 一定要比对方低 哎 我冰低 冰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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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酒越低就代表越尊重的话 我觉得你最尊重只能这样了 来 敬你一杯 第二个比赛项目叫买单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项目 对吧 在酒桌上会随机出现一个250 突然一声高喊 服务员买单 这就好像敲响了比赛的钟声 那个包房瞬间就会变成综合格斗场 哎呀 我还经常看到有朋友说 为了抢着买单 一个把一个打住院的 这种朋友我觉得 他就不是来喝酒的 就是来打你的 第三个比赛项目叫做你先走 从出门拦下第一辆车开始 哎呀 玩命的让 抱着树我不愿意走 你先走 哎呀 你先走 我住的井你先走 哎呀 你走走走走 走你 师傅拉走 去哪儿 机场 机场不去啊 找个河床 拉走 但有一点要告诉大家 有一种朋友绝对不能交 就是喝完酒以后还会开车的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就爱酒驾 最要命的是 他还是个代驾 你们能想象他平时工作是什么样子吗 你喝了点酒叫了一个代驾 代驾一来喝的比你还多 是你叫的代驾 啊 对 嗯 走啊 走啊 这是你车吗 上吧 一起上吧 哎 等会儿 这是行李车 这是别人的车 我的车这儿呢 哎呀 我喝的有点多 这样吧 我再交个代驾吧 这种人你感觉 好像他的酒驾 就是从驾校统一交出来的一样 对吧 感觉你去了他的驾 小师傅都是这样的 大家好 今天我们科莫二的考试内容是 酒后倒车入库 来 先走一个 来来来 好 谢谢大家